你这么有时候想起的 就是过去毛泽东时代 你要是不结婚的同居 那假设是耍流氓啊 那就是那观念是非常强的 但是我到了美国去以后呢 我发现美国的青年人 基本上全是先同居后结婚的 有的甚至不结婚的 那么我呢 后来也是跟我的前妻 我们也是同居一段时间以后 才领的结婚证的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发现 就青年人呢 他非常要探索 他对过去那种制度非常不满 所以他要想先看同居一半时间 看合得来合不来嘛 就像打工人有个施工期啊 对吧 这个青年人也是要 先住一段时间 看生活上脾气上 各方面到底合得来合不来 要不然的话 在一辈子那太受不了的 所以青年人基本上 我所现在我知道的 美国的青年人 基本上都要选好几次 对我最后才能落实在 一个自己能 能认同的 觉得可以一起生活的 所以他往往是 有好多 同居的经历以后 才能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就是 稳定下来吧 稳定下来 以前都是探索的 不管是男方啊 是女方 那么 今天呢 在中国呢 恐怕这东西 也是越来越普遍了 当然就是说 人们的观念转变 还是比较花时间的 这就是人的思想转变呢 往往是滞后于 这个社会的现实 昨天有一个朋友 给我转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边呢 就谈到了这个 新的这个婚姻关系啊 他说呢 新的这种婚姻关系呢 叫男方不出彩礼 女方不出嫁妆 然后呢 执领证 不办婚礼 不搞酒席等等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大进步 一大进步 因为过去啊 这种 彩礼啊 嫁妆啊 铺张浪费啊 攀比啊 特别严重 很多 尤其是这个 办婚礼 哎呦 可花钱了 浪费的很厉害 然后呢 是攀比看 你家有多少企业 对吧 我家有多少 你要没有这个脸上过不去啊 就是丢人 我记得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种 办婚礼啊 这种铺张浪费啊 其实挺 让青年人很难承担的 所以有的青年人呢 当时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啊 预期花钱 办婚礼 不如买火车镖 做这个旅游婚礼啊 就是他们就 呃 离开家乡了 那离开家乡 呃 出去转一圈啊 因为他们有婚嫁嘛 呃 出去转一圈 然后回来了 哎 回来 呃 买些糖 给大家吃糖就行了 那时候就是 讲究呃 吃糖嘛 呃 所以就没有这个婚礼 这也是一种 逃脱这种这个经济负担的一种啊 办法 所以我 我特别认同这种 呃 新式的这种 呃 婚礼 观念 就是不搞嫁妆 不搞彩礼等等 领证不领证 其实都无所谓 真的啊 两个人的感情好 他不需要领证 那么呃 领了证 感情不好 最后也没用啊 所以呢 我觉得在领证 最主要是对呃 子女 承担义务这方面啊 有 比 重要 因为他 没有这个呃 这个结婚证的这个保证的话 对子女的抚养 呃 承担义务 也很容易造成 呃 伤害啊 所以 所以新的这种婚礼观念呢 概念呢 我倒是挺认同的 但是这个视频里边呢 又谈到了一个呃 什么A制啊 买房买车呀 赡养父母啊 养孩子呢 A制 这个就比较呃 怎么说呢 这个前提条件啊 前提条件呢 是两个人的经济地位 基本上相似 啊 你要是呃 门不当户不对 你拿一个A制就不可能了 对吧 所以他这里边呢 呃 带有一点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那种呃 情调 那俩都是呃 呃 白领啊 都是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啊 那你可以呃 说买车买房买车 呃 各出一半啊 但是呢呃 这个很难在现实中呃实现啊 而且说呃 赡养父母都是各管各的 那也有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 有的父母身体不健康 那两人在一起的话 他应该是协商的啊 他应该是说呃 办事都是协商 对吧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所以真正两个人相爱啊 一起生活 他必须是考虑对方啊 从感情上 从需要上 对吧 啊 考虑对方啊 因为你呃 有的那个父母都不在了 一方父母都不在了 或者只有一个在呢啊 呃 另一方面两个全 健全对吧 呃 各种情况都有 还有山羊孩子 孩子 你经历收入 呃 条件不一样 你怎么去把它 A制啊 你看我在呃 美国的时候 那就不能呃 强调A制 你你收入不一样啊 呃 收入不一样 呃 一个南方 一般来讲南方高 南方高呢 我觉得就应该 讲A制 他也应该按收入的比例啊 按收入比例啊 当然 呀 这个我觉得挺 挺挺怎么说呢 我的观念 以前的观念呢 就是说 两人在一起呢 经济是共同体 但是后来发现 好多矛盾 很难处理 因为两个人的这个 消费的这个 呃 权重 观念不一样 你比如说 我呢 是86年啊 那时候上本科的时候 呃 第一次看到苹果电脑 哎呦 把我给迷住了 那简直就是那个 呃 用着那个 呃 怎么说呢 呃 就是用 用鼠标 呃 不是敲这个 呃 指令的 哎呦 太吸引我了 我就非要买一个 啊 但是呢 我前期呢 觉得这个有什么呀 啊 他呢 喜欢买皮奥 买别的 对吧 啊 所以呢 消费的这个呃 观念不一样 会导致很多矛盾 啊 所以呢 收入呢 各管各的 呃 有他的可取之处 呃 最主要的就是 我觉得经济上呃 是独立的 经济上独立的话 呃 各自可以做自己的决策 要不然的话 每个事儿呢 都得呃 考虑对方 哎呀 比较难 比较难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将来的青年人会探索一种更好的办法 就是一 有一部分的呃 收入 对吧 支出 比如说住住房啊 吃饭啊 呃 宽喊孩子之类的 那但是共同的 都要承担 那么承担多少呢 那就是要干 根据各方的收入大小嘛 那就是不能绝对平分了啊 但是呢 也有 必须有一部分自己的空间啊 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空间 这里边不光是生活啊 朋友圈了 呃 经济上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有些决策 你可以做 不需要争得对方的同意 要不然的话 矛盾太多 所以这里边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我没有现成的方案 但是呢呃 总结两种方案 对吧 一个就是各 全是各花各的 全是独立的 另一个呢 是完全不分开的 我觉得一种折中的办法 就一部分呢 是大家共同承担的 一部分呢 是各花各的啊 这还是呃 需要年轻人自己探索啊 然后呢呃 这个视频里边又谈到了 就是说呃 不跟父母同居啊 不关不跟任何一方的啊 呃 当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边 那 妇女是嫁出去的 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啊 哎呦啊 然后男方是娶 女方是嫁 这个他就是一种呃 依附性的一种关系了 它是不是平等的关系 呃 这个视频就说要呃 怎么说呢 就是呃 不和任何一方的父母呃 同居 这个有点不太现实 现在大 我不说大多数 反正很多人 他是啃老族啊 呃 你要是有条件啊 买房买车 跟父母不在一起 那没 那当然 更好 但是很多人是没条件啊 没条件 所以呢呃 说这话的人呢 有点站着说话 不腰疼了 理想状态 那当然是呃 理想状态 其实啊 是跟父母在呃 距离不远 你比如说 十分钟啊 二十分钟啊 这样的话 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呢呃 跟亲人呢 亲友啊 呃 在一起欢聚一堂 比较容易 但是呢 又有自己的空间 这就是矛盾 确实是矛盾 你看我一直讲嘛 就说 哪怕说共产主义社会 它也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它既是联合体 它又是自由人 自由人呢 就需要自己的空间啊 那么孩子长大了 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啊 所以呢 不能老在这个父母身边啊 但是呢 人又有这个亲情嘛 也希望呃 跟自己的子女啊 或者跟自己的呃 长辈啊 不要太远了 那所以这里是特别矛盾 对吧 所以这里边呢 呃 这个视频反映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啊 就是说 它是一种呃 可以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 这种婚姻官啊 呃 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呃 它是一种完全的财产关系啊 但是呢 它又是一种 你像AA制啊 呃 这个各管各的啊 呃 这个大资本 呃 你像马云啦 那些呃 呃 富豪们 人家呢 那财产关系 呃 非常明确的 所以人家呃 不是什么AA制的问题了 那有那就是财产 呃 在婚前协定啊 各种东西都要弄得很清楚了 呃 所以呃 说这话的人呢 他表示的 我觉得就是一种 特别像一种呃 白领啊 啊 收入 年收入 可怕 呃 几十万 百万之类的啊 那能自己能 呃 不需要父母的帮助 能自己买车 买房 对吧 啊 那那不是 呃 大多数的打工人了 啊 但是呢 呃 这里边呢 进步因素还是有的 啊 所以你看 啊 马克思在 我念一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边 不是 那共产党宣言里边 说了 对吧 他说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 啊 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啊 他把医生 律师 诗人 啊 教师 啊 这个和学者 变成了他花钱可以雇佣的雇佣劳动者 啊 资产阶级 撕下了 照在家庭关系上的 呃 温情 默默的面纱 把这种关系 变成了 纯粹的 金钱关系 哎呦 你看 150多年以前 哦 我不知道 反正 好多 这是48年 对吧 1848 哎呀 那呃 都不止了 一百 马上 算不出多少年了 反正是 呃 一个半的世纪以前了 啊 这么 呃 就把这东西讲得很清楚了 啊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整个这个婚姻呢 就变成一种 呃 冷冰冰的金钱关系了 呃 这个是个进步呢 还是个 怎么呢 呃 其实要讲啊 呃 我觉得也是年轻人对一些过去那种封建的 呃 残余的一种反抗 因为你看 过去说 嫁出去变成人家的 所以过年过节 啊 呃 一般都是去丈夫家的 啊 那么女人要回到自己的娘家 呃 太不容易了 呃 所以这都是一种对封建残余的一种反抗 一种自觉的反抗 啊 你像 我在呃 呃 刚去美国的时候 过年过节 确实是个麻烦事 到底怎么办呢 其实 我们的办法呢 就是 呃 过感恩节 啊 到 呃 我的 呃 父母 呃 父亲那一家的亲戚里边 呃 呃 那个圣诞节呢 到我前妻他那家里边去 啊 这里边呢 呃呃 挺好 因为他美国内有两个节嘛 所以我这分开了 对吧 啊 呃 这样的话 呃 这个感恩节 呃 是南方的 呃 二十六号 哎 跟毛主持生日同天的 所以呢 我们到那去呢 正好是过呃 过元旦啊 啊 过他母亲的生日 过元旦啊 啊 去那一两个礼拜啊 所以他就这么分开了 了啊 处理这个问题啊 所以呃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嘛 啊 所以就需要呃 这个呃 两个人呢 如果感情上好啊 那么之间呢 可以呃 协商处理 怎么去两边都照顾到 那你在中国呢 基本上就是春节 元旦没什么长时间 都是春节时间长 那有可能 今年到你家去 明年到他家去 那也是一种办法嘛 对吧 啊 年轻人的这个创造性 想象性还是很强的 所以办法还是有的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这个观念的转变呢 呃 令人其实还是挺欣慰的 我觉得是好事 但总的来讲是好事 啊 他是一种对封建理念的 尤其是在男女关系上的 一种反抗 呃 体现出一种男女的平等 呃 经济上的地位的平等 呃 家庭关系上的平等 啊 这是一个进步 呃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小资的 这种啊 有经济地位人的 这种 这种 呃 条件 啊 他否定了 年年大 好多人又啃老族啊 如果你这个经济地位完全不一样 门不当户不对 呃 那你AA制就 不现实 对吧 啊 啊 挺有意思 总来讲呢 就是呃 我最赞成的 就是呃 没有彩礼 啊 没有嫁妆 然后呢 呃 不办酒席 啊 不办这个婚礼 啊 领证不领证 呃 不着急吧 不着急啊 现在年轻人太难了 太难了 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啊 父母的逼婚的压力 然后呢 这个买房买车的压力 那这 那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 现在的这种青年的这种理念呢 也是对现实经济一种反应吧 挺好 这个青年人 呃 总是创造性啊 很强的 我挺喜欢的 好吧 就讲这么多